我是李嘉雄 现在在我的生命研究室里面 在讲罗以爱 越讲越愉快 罗以爱呢 今天是2019年12月21号 早上8点43分 我们讲罗以爱363集 每天5分钟 2020年5月28分 28号的部分 第15篇23章呢 子贡问曰 有一言而以终身行之者夫 子曰 其束夫 其所勿欲 举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个呢 第四篇15章 子曰身乎无道义以贯之 子曰为 子曰门人问曰何谓也 子曰中树而以一 所以第四篇第15章 跟15篇23章呢 都是在讲这个 树中树 树是如心 所以如心的话 我们在身体上来讲 终身行之者夫 身体的身 终身行之者夫 终身行之者夫 它就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你身体要去做 一个是你生命一生要去做 所以它是涵盖了 生命的生也是生 而一言可以中心的 就是束夫 这束如心是什么意思呢 其所不勿施于人 就像孔子只共问 孔子说 如有薄是一面 而能弃重何如 子曰何事于人 必也胜夫 遥顺其有病诸 即律即律达能尽取弊 可谓人之欢何以 可谓人之方而以 就是 人之方 是能静取弊 即律利而律人 即律达达人 能静取弊 可谓人之欢何以 所以这己所不勿施于人 在这里就相当的妙 所以我们在心脏的结构上来讲 各位远远各位看到 这里呢 它是右边的 这个红色的呢 就是有氧气的 那各位看到 这边有蓝色的 是无氧的 就是带氧气跟带氧氧的 那这个蓝色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蓝色呢 这里有三个 这是什么 这是肺部出来的 肺部出来的 它是肺静脉 那这个是肺动脉 那各位看到 这肺静脉跟肺动脉呢 它从这里进去以后 进去以后 它就直接走到 我们这一个 右边的 走到 这个 应该讲 看起来它是走到 右边的心房 但事实上 它是怎么过去呢 它是从 我们心脏里面来讲 你这打开以后 它从 右心房 右心室 这个 各位看到这个 右心室 右心室呢 它这个右心房 右心室 它这样打的时候就是 从这个右心房 它这个进来呢 它全部呢 到达了 我们这个是 这个是上腔静脉 上腔静脉 这个是下腔静脉 然后进入右心房以后 到右心室 到右心室以后 它从这里出去以后 就是我们的肺动脉 肺动脉 所以各位看到 这个就是 如心 那这个 因为它是 带无氧的血液 无氧的血液 所以它在转动上来讲 它本身就比较慢一点 这边是带有氧的血液 有氧的血液 各位看到 它是进来以后 从这个 我们这个进来 这个进来的时候 是从这里进来 这是肺静脉 肺静脉进来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是肺静脉进来 肺静脉进来以后 它肺静脉进来以后 它就 这边有肺静脉进来 这边也有肺静脉进来 各位这边看到有两个红的 这四个肺静脉 它就进到了左心房 左心房到左心室 然后它这个转出去 转出去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转出去 就180度 转到主动脉 就出去了 所以我想我们在 现在如影爱里面 看着这个心脏呢 也越来越有趣 我想如影爱就是 己所不予勿施于人 能尽取辟 可谓人之还原意 己所不予勿施于人 己予达达达达人 能尽取辟可谓人之还原意 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